海南宝亭叶书400株的榴莲果地 今年第一次大量挂果 统计有1000例以上 自去年中开始使用大力丸大量元素方案 从恢复树式催花到今年的蓬大肥 由于部分树第一年挂果量大 超30例 部分弱小枝条 甘之死亡情况 一定要注重枝条养护和恢复 看一下 枝条太细的划果挂太多 你看有这个甘之的一个情况 枝条细的划果 枝条细的甘之 不计这个枝条每个人就废掉 来我们来看 枝条细的划果多 你看直接断掉了 断掉了 不是这个果 这个果就不好熟了 看从这里断掉了 然而 出现甘之的部位在挂果枝条上 虽然产生枝条的损失 但好在顶牙的部分还维持轻律 一旦顶牙出现甘之问题 代表树体弱化程度已经极度严重 看如果枝条够粗的话 你看挂果多 没事 没有甘之的情况 这个很明显 所以 枝条强健度决定营养的储备 产生甘之的问题较少 本枝条在来年还能作为产量的有效来源 关键是采收后的大量元素 月子肥一定要补上 你看 补肥的一个 果汐补肥的一个重要性 你看 挂果还有20多个果在上面 基本上顶部都没有甘之的一个情况 看 其他的树 也有果的 没有甘之的一个情况 根据叶书描述 今年虽然存在部分加生问题 但基本上没有空包裹 甲乙食日 果园必定能有爆发的产量 重要提醒 月子肥的重要性是来年产量的基础